就是這樣啦 我也知道他不是故意的 也不是跑票 不過是這樣 事情既然發生 鬧這麼大你知道 所以還是要一些處分 那 他也必須要個人去中平會說明 那他的辭調幹事長以後 就由吳春晨先接任 那因為昨天原本第一時間 山山委員是說這只是小問題 然後不需要有懲處 但是中平會馬上就說要臨時召開 來詭異 就被大家解讀說是不是一個反山派 跟山派又在內鬥的感覺 這個沒有那麼嚴重啦 不過我會主張喔 凡事照SOP走啦 如果有規範就照規範走